大白天,蓝色货车停在产业道路上挡住机场人员车辆 下车一看,他们竟然在丢废弃物 还反问机场人员,木棧板不能丢吗? 七土山区,不地大,成了不肖废弃物处理业者,烂到天堂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事实上,环保局和警察局早就建立了科技执法 利用山区道路监制器系统,以车追人,开单告发 那当我们抵达现场之后 那刚好在这个我们长辈六的张乱点 就发现有一台货车停在那个,停在那边 那并且有发现行为人正在做那个垃圾的一个 垃圾的一个任意祈祷的部分 在七土因为他这个山区,马林相关的这些山区的产业道路非常多 那这个路段很多时候也都不容易达到 那既然他是产业道路嘛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些,确实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执法上 确实比较不容易 但是在谢市长,在干净家园这个政策推动之下 我们无论是我们稽查人员的这个人数的增加 巡逻次数的增加 或者是我们利用科技执法的方式 搭配警察的这个相关的监视系统 我们其实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今天在我们所有的七土山区相关的这个非法气质的行为 我们四月份查到这三件呢 就是现场就是告发 就是有,因为那个市政,市政是 违规事实是确认的 那所以我们就是现场告发了三件 那这些最高都可以罚到30万以上 可别以为在山区烂道废弃物不会被发现 四月起环保局就抓到了三件 财罚金额至少6万元起跳 呼吁不肖业者不要心存侥幸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